王定宇批评卢沙野不识字 台湾就是美国西方的看门狗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批评卢沙野不识字 不讲卫生 原因是卢沙野说了大实话 中国解放战争没有结束 台湾属于叛乱政权 和平统一被美国破坏 如果台湾不想要一国两制 那么一国一制也可以 这番大实话 我曾经说过 已经让台湾岛内鸡犬不宁 我们看到了前民进党立法委员郭正亮的客观中立 也看到了前国民党立法委员蔡正元的破大房 今天让我们见证一下 现任的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的看法 这么说 王定宇的说法 我虽然百分之百坚决反对 但是我非常尊重他表达意见的权利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已经做出了选择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他到底说了什么 王定宇首先说 卢沙野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随时都可以收回 这种没有常识的话已经听了四五十年 什么叫没有常识 为什么说王定宇已经做出了选择呢 他这里所谓的常识是什么 这里的常识只有一个 台湾是在美国帝国主义者保护之下的 这就是常识 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国大陆只敢说武力统一 但始终没有行动 很简单 就是没有实力 什么样的实力 核武器的力量 当你的核力量没有超过美国 你就不存在解放台湾这个选项 这是非常残酷的 也是非常现实的 这就是王定宇立法委员口中的常识 这么说 在保障解放台湾之前 必须保证先把美国彻底摧毁 这是什么 这是现实主义 1996年 我们为什么不敢打 不就是我们的核力量不如美国吗 假设当初我们有3000颗核武器可以打到美国 即使常规武器不行 到时候我们划着木船也能登上台湾岛 只不过损失大一点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的核力量不如美国 你连这个选项都没有 就是这么直接 王定宇表现的是什么 战略自信 什么意思 台湾有美帝国主义者的保护 中国大陆只有话语威胁 根本不敢打过来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 这就是所谓的基本常识 因为台湾有美国爸爸 仅此而已 然后呢 王定宇接着说 在国际上要遵守国际规范 在区域里要讲文明 难怪卢沙也帮助中国搞外交 搞到法国议会谴责中国 这段话怎么看呢 这又是王定宇的大实话 有人问什么大实话 什么是国际规范 谁定的 那一定是西方人定的 这就是王定宇心目中的国际规范 什么叫讲文明 讲的是什么文明 讲的是西方文明 什么意思 台湾是西方的一份子 台湾是西方的一部分 台湾属于西方文明世界 而中国大陆是不文明的 是野蛮的 因为中国大陆是野蛮的 所以西方可以用双重标准 对待中国大陆 这是什么话术 这是什么东西 我之前说过 这不就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 丑陋的嘴脸吗 这不就是我们要反对的吗 他说到了法国议会 法国议会虽然谴责了卢沙野 但是表明了什么 表明了法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虽然法国有些时候行为比较独特 与美国分庭抗礼 但是呢 中国在与法国搞关系的时候 同时在干什么 在拆他西方的殖民地 为什么 因为法国不断的压榨非洲人民 攫取当地的利益 那么中国看不惯 我们是什么 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你想欺压非洲人 对不起 你就是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咱们关系可以好 但是明算账的时候 我一定要拆散你的殖民地 就这么直接 你所谓的价值观 只不过是为你所谓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掩盖罢了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王定宇所说的是什么 台湾已经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流合污了 既然讲国际规范 那么战后秩序算不算国际规范 战后秩序上的波斯坦公告开罗宣言 是不是国际规范 根据王定宇的说辞一定是对不起 对你不适用 因为你是野蛮的 我是文明的 这里是西方人的世界 这是西方人的玩法 这也是西方人内心里的东西 但是这恰恰是我们要反对的 而且我们要改变的 如果西方人不想改变的话 那么你们要有实力 如果西方人没有实力的话 到头来 当年你从我这要的赔款 全给我吐出来 就这么直接 同时 这也是台独分裂势力 用来绑架台湾人的工具 只不过王定宇 这一次赤裸裸的表现了出来 咱这么说 如果没有卢沙野大使的这番大实话 没有这把照妖镜 还不一定把王定宇这样的人照出来 还是这句话 王定宇呢 是非常有立场的一个人 他不撒谎 他已经准备好 要为这个付出代价了 下面的话就更直接 王定宇说 我们是指台湾 希望在国际社会真诚的贡献 台湾不管在供应链 包含半导体 在自由民主理念价值上 还有在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上 都是国际自由伙伴 不可或缺的重要盟友 卢沙野这番话违背事实 台湾的历史上 也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秒半秒都没有 卢沙野的话只证明了一个事实 中国大陆的外交官不识字 不讲卫生 对中国除了闹笑话以外 没有一点好处 有人问怎么看这段话 这又是大实话 很现实 但是又有唐吉柯德式的小确幸 王定宇想表达的是什么 很简单 台湾的现状是美国干涉造成的 因为它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台湾要做什么 台湾一定要做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 台湾是什么 是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一条看门狗 作为台湾人要给美国人当好 这条看门狗 什么所谓的半导体供应链 西方价值观民主自由第一岛链的前沿 台湾在干什么 在给美国看家呀 是所谓的西方文明世界 实际北美奴隶主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种族灭绝 反人类诽谤战略利益的最前沿 这是台湾的职责 如果台湾不想被所谓中国统治 就要明白自己的位置 这是王定宇说的 王定宇说的台湾就是美国的一条看门狗 站在美国战略利益的第一线呢 他说了大实话 难道这不是大实话是什么呢 但是为什么说这又是唐极科德式的小缺姓呢 为什么 现实主义当中的实力呀 之前中国大陆没有实力单独解放台湾 单独解放台湾问题 现在中国大陆有这个实力了 实力已经超过美国了 所以之前办不到的事现在是可以做到了 所谓的供应链90%的高端芯片 那等于什么 如果把它彻底摧毁 就彻底断送了西方前沿科技 是讲战略是吧 这个当然要讲战略 到时候台湾不是所谓西方文明的最前沿 而是所谓西方文明的最大累赘 这个负资产就等于说可以葬送整个西方的前沿科技 那到头来西方会怎么办呢 把台积电搬走 把整个半导体行业搬走 变成了既定事实 另外你不是说自己是文明世界吗 那好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就是直接证明了自己就是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走狗 站在了人类发展的对立面 那到时候消灭你就变成了天经地义 最后王定宇这类的民进党台独势力在干什么 他们是做出了选择准备与中国大陆死磕到底 死心塌地的抱美国大腿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种方式只最后绑架了2300万台湾同胞 要他们为这些台独分裂势力买单 所以中国大陆的职责是什么 为什么要解放台湾 解放台湾是从这些台独分子手里解救2300万同胞 这是我们的职责 同时灭掉这些台独分子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替天行道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感谢卢沙野大使 说了一番大实话 一把照妖镜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台湾方面的妖魔鬼怪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